大兴安岭使农家和萝卜泊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地狱 在这三个神秘的地狱中 唯有大兴安岭的秘密最多也最于神秘 从狐黄白仙到人狮娃娃 再到凶狠的人熊大马猴 而能破解这些秘密的唯有触摸灵海的老猎人 常在老林子里走 老猎人们学会了观天象 辨别地形 老林子里有宝贝 会行走的人狮娃娃 藏在地下的鸡脉 老猎人就像是林子里行走的百科全书 把圣人和寻基脉的鳖宝汉子 都会找到老猎人 让他们带路 老猎人们也守着林子 知道约定俗成的规矩 在东北的传说中 大东北的老猎人常年和动物打交道 自然最懂得猎杀动物的绝招 猎杀动物多了 身上也带着戾气 普通的动物不敢近他的身 有些道行的动物一般都会避而远之 如果他们下定决心招惹老猎人 老猎人也会拿出世代相传的 对付猎人的绝招 对付这些有道行的动物 老猎人在东北的老林子里生活久了 直到捕猎不杀怀孕的 还没长大的动物 一般老猎人也不会主动招惹 已经有了道行的动物 不过这次老猎人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 还得等到大西安领植猎人传说上映之后 才有答案了